板機子還有碗隧道症候群 這個是現代人常見的疾病 因為本來自動化 我們應該手工 使用手工的機會會比較少 但相對我們其實手部並沒有減輕工作 在工廠裡面那些能夠自動化都已經被取代 但是我們生活當中還是有很多必須要用到手部 那反而是你這個手部腳原來做工 它已經能夠適應這樣的狀況 所以不管板機子、媽媽手或者是碗隧道症候群 這個都是相同原因 就是我們已經比較脆弱的肢體 突然承受很密集 然後一直反覆反覆的工作之後 它就會產生這個板機子 媽媽手還有這個碗隧道症候群 那媽媽手跟板機子它是肌腱 肌腱的發炎摩擦跟會卡住 它會產生這個彈波的現象 就跟扣板機一樣 所以叫板機子 那媽媽手是因為照顧小孩 照顧Baby的這個媽媽 它常常發生這種狀況 但是不盡然發生在媽媽 有一些只要手工或者是手機打得太久 這個拇指拇指跟手碗 常常使用它就會發生這個媽媽手 那碗隧道症候群它是壓迫到神經 而且我們這個手碗這個地方 正宗神經 它跟九條機件一起經過這個手碗這個隧道 所以叫做碗隧道症候群 不是跟早睡晚睡是沒有關係的 對這個板機子治療傳統 我們就是把會卡住的地方 用刀切開 找到滑車 我們這個手指頭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肌腱的外膜 這個外膜 腱鞘 那這個腱鞘 在肌腱轉亂的地方 它最容易發生摩擦 然後會產生一個纖維化 一個納維化會腫起來一塊 所以經過那個地方就會卡住 那假如以滑車 因為環狀的滑車 我們是稱為Annular Poly 就是環狀的滑車 那在關節那附近 它那個滑車是交叉 十字型的 所以我們在彎曲的時候 它可以壓縮 減少它的長度 那最常見的還是在這個A1 Poly 就是在這個手指跟手掌之間 那個地方是最常發生板肌子的地方 那板肌子大概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拇指 因為我們人類一個拇指對四個手指頭 所以拇指使用的機會最高 所以也最常發生 然後其次是中指 大概佔百分之二三十 那十指也會 無名指也會 就是看每一個人工作 他用力的習慣 那小指比較少見 但是也會發生 只要是那個手指頭使用過度 它就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一般大人是因為過度使用 那有一些小孩子 小孩子並沒有什麼工作 所以早期我們認為說這個小孩子是先天性 但是有不少家長發現說 他出生的時候是沒有手指動的 那大概過一段時間才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到底是不是先天 總之小孩子也會發生板肌子 那小孩子的板肌子跟大人不太一樣 大人我們可以用舉部麻醉 就直接用針去把它挑開 傳統是要切開嘛 那現在用針挑 它是只有一個針孔 所以它的恢復很快 那也不太影響這個病人的生活 那小孩子他有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當然就是全身麻醉 然後還是用針挑開或是切開去把它剪開 這個是有關板肌子的部分 那媽媽說其實他在這個地方是可以摸得到 但是因為附近有很多神經血管 所以很多醫師都不敢使用針挑來治療這個媽媽手 都把它切開然後縫合 那其實媽媽手跟板肌子的治療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另外這個晚睡到症候群 它其實也是相同原因就是因為過度使用 所以就會壓迫到神經 那這個神經傳導這樣的檢查是非常客觀 那也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數據可以判斷說 輕微的你可能休息可能吃藥復健 那就會改善 那嚴重到一個程度大概就需要開刀做解壓 那這個從傳統開一個大傷口 慢慢這個傷口變小 甚至用內視鏡或是在超音波的指引之下 那我使用這個方法都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這個器械 就是我們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那只要劃開大概一公分的傷口 然後直接把這個碗睡到裡面 因為碗睡到三面是骨頭一面是韌帶 把這個韌帶切開就可以達到解壓的目的 那一般人的那個碗睡到症候群 或者是板脊子挑過幾乎不會再復發 那我們這個碗睡到症候群會復發 大概就只發生在洗腎病人 這個洗腎病人它很容易再復發 那可能五年十年以後 因為跟這個洗腎的這個 這個滲透膜的品質有關 那近年來這個洗腎的這個品質慢慢改善 復發的機會會降低 那這個板脊子假如是在門診做這個徵挑手術 原則上我們要花一點時間先打麻藥 因為打完麻藥這個麻藥不會馬上發生效果 所以在打完麻藥之後我們利用這個時間把電腦 這個手術統一書還有這個手術紀錄全部都處理完 處理完這個麻藥剛好發揮效果 然後我們再消毒一次針去 針的再挑大概是幾秒鐘 比較順利的不到兩秒鐘就結束 那有的比較深度 比較困難或者是好幾個地方卡住 那可能花個20秒30秒是有可能 但是很快因為這個挑完以後 就是留下一個針孔 那這個針孔壓20分鐘 讓它止血 那回去你就可以洗手洗澡乾淨的水 那假如是要碰髒的水可能要隔天 等傷口比較好以後 這樣才不會細菌感染 然後那些水平 也不會再醉它 那是太空氣了 那是太空氣了 在這兒裡面 那是太空氣了 那是太空氣了 很快 我們現在打開了